家課是學習過程中一個必須的部分 同時也是除了學校上課之外 一段很重要的時間 身為家長 我們希望盡能力支持自己的子女 在學業上進步 同時幫助他們將來學有所成 在這個錄影帶裏面 我們會建議一些方法 去幫助你們協助子女做功課 OK, now this is your homework 首先很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 老師為何給功課學生做 以及這些功課對子女有什麼好處 Make sure you put this in your folders and bring it back finished on Friday 老師給功課有很多理由 功課可以幫助學生練習 在堂上學過的課程 或者要準備第二天的課程 功課是一個去完成 或者是補救的方法 同時又可以幫助小朋友 學習去使用圖書館 和其他參考資料 功課也可以幫助學生 養成良好的讀書習慣 和正面的態度 既然我們知道功課這麼重要 所以讓我們說一下 家長怎樣可以協助子女做功課呢 你們的子女需要知道 你們認為家課是很重要 如果他們知道你們關心他們的功課 他們就會很有心機去完成 而且按時交功課 以下是一些方法 可以令你們的子女覺得 你們很重視他們的功課 首先小朋友需要有規律 所以應該安排一個固定的時間 你們可以找一個適合你們 和全家人做功課的時間 然後陪他們做功課 直至養成習慣為止 選擇一個地方做功課 例如在睡房或者廚房的書桌 或者在客廳一個角落都可以 這個地方需要光線充足 和準備好字典 原子筆和鉛筆的工具 將有阻礙的東西拿開 例如關了電視和限制打電話 如果你住在一個很小又很吵的地方 在做功課時間內 你們需要安排家庭每個成員都保持安靜 同時每隔一段短時間 就要去問一下子女有沒有功課上的問題 也可以考慮其他的選擇 你們的子女可以去附近圖書館 或者學校的課後補習班完成功課 有一些社區團體 也提供補習班給學生 做子女的模範 如果你喜歡看書 可以讓子女看到你時時都看書 和看報紙 又或者你可以提供一些有興趣的閱讀資料 給子女時時閱讀 以表示支持他們 你們需要表現出關心子女的學業 和他們一起看書 訊問有關他們功課上的問題 Oh and I also got a news letter today 雖然你們的子女在學校講英文 你們可以嘗試用中文和他們討論功課 同時你們需要時時讚賞一下子女 小朋友很需要得到他們家長的鼓勵 所以讓他們知道 你們留意到他們多麼勤力做讀書報告 或者他們寫字是多麼乾淨整齊 你幫我讀 你讀你呢 你讀你呢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你們要時時和子女的學校和老師聯絡 你們可以每天檢查子女的書包 找一下有沒有學校通訊老師短簡 或者是加課紀錄 然後幫他們簽名 讓他們拿回去學校 如果有些資料你們不明白 可以和學校的中文相語助教聯絡 務求知道子女在學校的最新情況 好 Hello And he did a pretty good job He scored a two in the reading 直接和你們的子女的老師傾談 也是非常緊要 所以你們必須出席 家長教師會談 你們可以在開學的時候 就安排和老師見面 就不用等到有問題的時候 才聯絡了 如果有需要 學校會安排翻譯員 幫助你們和老師溝通 最後 盡可能參加學校的活動 例如出席學校開放日 音樂會和其他活動 認識子女的朋友和他們的家長 也是建立一個支持子女網絡的好方法 當你們表現 好注重 好關心子女的教育 是會令子女在學校和社會上表現出色 我們希望這些建議對你們有幫助 有些意見對某些家庭有幫助 但未必對你們有幫助 所以請你們和子女一同討論 找出適合你們的方法 最重要的就是你們願意花時間和精力去參與協助子女的教育 不終解決 無論如何 尤其他人的教育 最重要的是 一分推出 我們有一個人的教育 在學校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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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